这节课咱们就用一篇真正在直面考试里面出现过的真题文章为例 来说一下如何来去制作视觉简图 在阅读文章之前 咱们首先可以先扫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章大概他讲的主旨是什么 这个文章咱们看一遍就会发现 这个文章可能大概是解释了一下懒熊的某些特征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在这个视觉简测中间写上这个文章的主题 比如在中间我们先写上这个文章 大概讲的是一个slow spear的某些特点 至于什么特点还没搞清楚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主题写在这 下面咱们就该一句一句看文章 每一句话读完文章之后 首先需要在脑中去构建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的长相 然后安插到视觉简图的正确位置中去 第一句话是说懒熊是一个食蚁类动物 它展示了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很明显跟其他动物都不一样的 这个母熊会背宝宝直到宝宝九个月那么大 即便是这些小熊在六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走了 好 这句话还是比较生动的 对吧 就是懒熊会背着宝宝在树上来回跳 对不对 那直到九个月的时候 我们才会放下这个小熊自己走 而这个小熊其实六个月就可以自己走了 所以这很明显是懒熊本身的一个特征跟习惯 结合咱们刚才想去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总在解释 所以大概率啊 这就是我们文章真正想解释那个主题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咱们来把这句话完善进视觉简图中啊 这里会写上懒熊的一个背宝宝的行为 Cup carrying 这个行为 那这个行为呢 是直到九个月的啊 纵然六个月 小熊就可以自己走了 完善好减图之后 咱们看第二句话 说这个行为啊 也发生在其他的一些世界动物里面 因此一个解释是说 这个背宝宝行为是必须的 因为呢 这个这种熊啊 它会有一个低代谢跟高支出的一个现象 好 那这句话 咱们要完善进视觉简图中 有一个对这个事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事是必须的 因为会有一个低代谢和高支出的一个现象 所以必须得背着走 小熊走不动呗 对不对 好 那当然这块呢 我们只要简写就可以 用中文或者字符都可以 尽量写清楚就好啊 回到文章 文章下一句话呢 是说 但是啊 纵然说这个北极熊 它的移动效率也这么没效 但是北极熊的宝宝就可以跟着妈妈走 那很明显这句话是在去质疑说 这个低代谢跟高支出来解释背宝宝这个行为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完善进视觉简图 有一件事呢 可以去质疑到我们这个解读啊 这个解读叫Weekman的质疑啊 咱们知道这个箭头表质疑的意思了啊 那质疑的点呢 就是北极熊 Paula Beer 就自己走啊 他们的一个小熊啊 自己走 自己走 好 咱们再看回文章 后面又说 更多的是呢 这个懒熊跟美国的黑熊 他们的移动移动啊 那他们本身在大小上 包括什么家庭范围上都差不多 再表示说 那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出行率以及距离 这表明如果黑熊的宝宝能跟上妈妈的话 那么懒熊肯定也可以啊 所以这句话很明显 也是在质疑说 这个低代谢跟高支出来解释背着走这个现象 对吧 在视觉简图中 又一个无以看相啊 这这回呢 举的是美国黑熊的例子 文章说啊 另外一个解释是为了防止被捕食 到第二段第一句话的时候 明显发现这个层级要往上提 对吧 前面讲到的都是讲的是 质疑到第一个解读的 那第二段开头就明显给出了第二个解读 它跟第一个解读很明显应该是个并列的啊 一定要在视觉简图中体现这种逻辑的层级关系啊 这才是视觉简图真正的目的和意义 也就是说我从这儿引出另外一个解释 是为了防止被吃啊 防止被吃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后面说呢 黑熊的宝宝用树作为防护 棕熊和北极熊 他们住在没有树的地方 依靠的是侵略性来保护他们的宝宝 这句话呢 很明显就是一个单纯的陈数据啊 陈数了一下他们的各自的防御方式啊 在简图中 我们大概可以写到一个防御方式问题啊 黑熊是用树的 然后那么呢 这个北极熊 Polar啊 和Slos呢 他们都是在用的是侵略性啊 呃 Grashing啊 侵略性 好 再看看文章 文章后面说呢 像棕熊跟北极熊一样啊 这个懒熊也很容易被激怒 这也很明显指的是跟刚才这个特点啊 延续过来的一个特征 咱们写在简图里面 这有点小了啊 这个Slos Easy 就发怒了 好 再往下看 呃 后面说呢 这个懒熊也有一个大的牙 看起来呢 是要为了打架 而不是为了吃饭的是吧 那这也是明显是一个懒熊的特征啊 咱们可以跟刚才的这个特征并列 也就是这个懒熊 有个大牙 又说像棕熊跟北极熊一样 懒熊也可能会在没有树的地方进化 这也是懒熊的特征 也是像like啊 棕熊跟北极熊啊 懒熊呢 会在没有树的地方进化 evolve in 没树的地方 好 再往后啊 他们会特定的啊 被吸引到那些 食物比较丰富的草场里面 纵然说现在这个草场不多了啊 但是呢 当时还是很多的 这表示了一个草场的特征 就不忘里面写了啊 非常简单 草场支持了咱们的老虎 他们可以打和杀这个懒熊 懒熊也和那些会上苏猎豹 生活在一块 同时呢 可能会被那些犀牛跟大象追回着打 这些都指的是懒熊遭遇的一些痛苦啊 也是懒熊的特点吧 那这块呢 就会写成 懒熊被各种动物啊 各种 动物 追或者打 很明显这些特征可以让懒熊不选择爬树 作为一个防御方式 那这句话放到这个简图里面啊 很明显是在讲我们这些特征统一让懒熊不选择了爬树 作为一个防护的手段啊 这一些特征啊 但凡跟树没什么关系特征 基本上啊 都让懒熊不选择爬树作为一个方式了 所以这块呢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特征啊 1234啊 这四个特征都统一到这里啊 因为这个简图写不下了 这个1234 让懒熊不选择爬树啊 不选爬树 来作为一个特征 因为懒熊比棕熊都要小啊 并且会遭受了额外的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额外的一个保护的方式 这话明显也告诉我们 其实呢 是用背宝宝来去防御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也相当于在解释 为什么背宝宝的行为 再去防止被捕食 对吧 在简图中 我们再可以写一根他像并列的啊 就是太小了 相对于棕熊跟北熊来说啊 所以他也会选择背宝宝来作为防止被吃的一个方法 最后一句话说 纵然背宝的行为也会在其他地方被接受啊 但这种行为呢 那么很明显表明了 防止被捕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最后一句话相当于确认了 第二个解读是真正的一个背宝宝的原因 对不对 简图里面相当于啊 在这打个对号都可以了 意思是说第二个解读 它是真正啊 解释是转因 好 那这个图就是我们应该在多秒之后 画出的视觉简图 前期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跟我一样啊 在白纸上去画出 每句话在剧中成了的作用跟角色 直到练的非常少以后啊 才可以在脑中去画这个简图啊 但其实我个人建议啊 即便在考场上 你可以稍微把这个字简化简化 也去画在草稿纸上 这样能加快你的理解 同时对文章整体的架构 尤其在选择主题题或者高量题的时候 能有更好的一个判断手段 当然了啊 你画这个简图 不必要跟我这个完全一样啊 只要能去准确的把那些 最重要几句话的逻辑关系摆清楚 就足可以了